湘北市的疫情警戒到第三級 為了防疫 市府是嚴格管制人員進出 公務員從即日起到二十八號 實施彈性上班 不過在新北市盧州警分局 五谷地區的派出所 則有員警出現確診 目前所內已經全面消毒 另外經濟部也有一人確診 除了有五人必須自主隔離 經濟部更啟動分區辦公的應變地址 台北市政府每天有一萬兩千人進出 由於雙北提升疫情警戒到第三級 市府嚴格管制人員進出 員工現在要進入市府 得先出示員工證 一般民眾洽工也得落實實名制 雙北地區公務員則啟動彈性上班 從十七號到二十八號 彈性上班從上午七點三十分到十點 下半時間調整到下午四點三十分到晚上七點 疫情升溫市府員工坦言 現在辦公室笼罩在低氣壓之中 此外有社會局員工投訴 出行系統沒有配合修改成彈性上班 被指示按照正常時間上下班 不管是大家在什麼時候刷卡 只要他刷的時間是十點以前 其實我們之後都可以再設定 所以這個倒沒有影響 新北市府則傳出有員工確診 新北市警局盧州警分局證實 某派住所遠景十四號晚間 發現有輕微症狀 前往醫院採檢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十六號確診 所內在第一時間以全面消毒 同人也自主隔離 匡列採檢 會陸續安排全面注射疫苗 此外經濟部也有一人確診 除了有五人必須自主隔離 經濟部更啟動分區辦公應變機制 五月暴稅季也受到疫情衝擊 財政部擴大宣布 全台國稅局到二十八號 一律取消零貴報稅服務 都沒辦法報稅嗎 現場報稅 對 我剛剛來 然後他們說要月地回來 避免有民眾到國稅局 因為洽工而導致相關的一個疑慮 所以我們全國的各國稅局 從五月十七號開始到五月二十八號 都暫停零貴收件 零貴報稅服務 台北國稅局表示 總局約有一百六十人實施異地辦公 期間也不會接觸一般民眾 國稅局也對外呼籲 今年申報期延長到六月三十號 民眾可以透過手機 進行網路報稅 降低群聚感染風險 記者紅杰 謝謝文台北報導